如果遥远无闪 能黄化成蝴蝶云 诶 唱错了 百文牌是一个非常不务正业的游戏 最喜欢里面的山兔 那我就不再剧透了 原来我是天成左右 我做出选择 阿黎请像蝴蝶一样自由飞舞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周深 我演唱的阴阳师 百文牌全新剧情主题曲 海上蝶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有听说过百文牌 因为听说它是一个非常不务正业的游戏 明明是一个玩牌的游戏 但是它却有非常好看画面 和非常好听的音乐 那当然作为一位歌手 最吸引我的还是它非常好听的音乐 和非常高的音乐品质 深谦小老师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从音乐的角度 就能够了解到妖怪们一起聚会 打牌的日常 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最喜欢里面的山兔 因为它非常的可爱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摇骰子拼运气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刺激 其实刚拿到海上蝶demo的时候 因为是没有歌词的嘛 所以当时不停地在脑内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然后后面通过老师告诉我 关于不知火的故事情节之后 然后再配上歌词 是有一种 其实是有一点点悲伤 但是它还是很温暖 所以整个会被这个故事打动的 这次呢也是以贺茂一星的角度 去传递给不知火的一封 应该算是一封信吧 去传递它的那个心声 所以我会去把自己 带入到剧情里面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这首歌 就是它里面又有不知火角度的歌词 又有贺茂一星角度的歌词 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歌曲 然后希望不知火能够自由的歌唱 那其实最打动我的是两位主人公 对自由和爱的向往 就像歌词里写到的 如果摇曳午膳 能幻化成蝴蝶羽翼 夜色千灯陪我 孱弱也向天空飞去 贺茂一星爱不知火 但是贺茂一星知道 她所憧憬的那位女子 是能够真正自由地跳动 属于自己的舞蹈的不知火 爱总是伴随着真挚的祝福 即使有的时候 也意味着非常艰难的选择 对这首歌更有了解 对歌词更有了解 所以知道了他们的一个 小小的故事剧情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人的 而且看完之后会很有代入感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 向往爱和向往自由的人 所以会有代入感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亲自去体验 那我就不再剧透了 虽然海上蝶这首歌 它里面歌词有不知火的一个角度 也有贺茂一星的角度 但是我更多的可能会把自己 代入到贺茂一星的身份去演绎 在故事中贺茂一星 他会去面对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选择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换作他的话 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虽然我是天成祖 我做不出选择 所以就是带着这种纠结 但是又有一种去看 以第三人称的角度 去看这个故事那样的心情 去演唱这首歌 我觉得 首先他们都是同样的人 都是向了爱和自由的 那如果是代替 喝茂一星去跟不知火 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最重要的那句吧 阿里 请像蝴蝶一样 自由飞舞吧 还是让喝茂一星自己去说吧 因为其实歌曲是很难去安立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听到这样的一个编曲 和这样的演唱和这样的歌词 但我觉得大家知道剧情 知道故事之后再去看这首歌 一定会被打动的 一定会被 他们的 怎么说 一定会被不知火和喝茂一星 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故事呢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 去听我们这首歌 和了解这个剧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